韓院長 就是快到斬亂 過去的立法院 坦白講 真的有問題 檢調也不敢來吵 那立法院原本有配合的廠商 那你報出來的價格 那麼高 他說這個還可以砍價 我說你怎麼砍 差那麼多倍 砍到兩折 打到骨折 都比我貴 所以我 沒辦法 畢竟都是 你身心不正 你的影子就會 白血 我們要立法修正 立法委員有調查權 那假如立法院本身 不先端正 所有的流程 那你如何去申請這個 調查權 所以你如何去監督行政部門 所以當然 不一定有問題 可是就覺得 很多雜誌 就是讓人家看起來 好像有問題 所以韓院長 就是快到斬亂 就是一心耳目 這是好事 這對過去的立法院 跟現在的立法院 我們當然一步一步改 如果你不能夠以政視聽 那你如何去糾正別人 坦白講 真的有問題 檢調也不敢來查 我問啊 我們怎麼會去查你們 所以不要浪費 像我們這裡你看看 能用就用 當然我不是說所有委員 要跟我們一樣 他們該花還是要花 但畢竟都是名子名高 我們都是要謹慎以對 那時候有發現到這種狀況嗎 因為我本來想說找外面廠商 弄了 我也沒有大更動 他們就講說 外面廠商不懂得 核銷流程 那立法院原本有配合的廠商 我說好啊 那請他們來報一下 我看一下 我對這個還算不外行 我看一下 當然我也不會抽破 我就說那不用 我自己買 我們自己買就 就很便宜啊 你看這個所謂IKEA 這個玻璃 就這樣子簡單 重新鋪面一下 後來我想一想 那我如果跟你合銷 那你報出來的價格那麼高 我會心痛 我們就大概兩萬塊嘛 我說那我們自己 我們也不報了 我們自己弄 既然你說外面買的 要合銷要報 那麼難報 那就不用報 因為我們只是跟下面承辦人員 我有跟他溝通過 我說你看這種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 大概什麼行情 你們要先理解一下嘛 不是廠商報 他說這個還可以砍價 我說你怎麼砍 差那麼多倍 我怎麼好意思給你砍 砍到兩折 打到骨折 打到骨折都比我貴 所以我沒辦法 對 他是真的有想要把改革 一定要包括 不是只有總務 包括義士也是一樣 那義士如果不總理 不是韓院長義士不總理 而是義士人員 對義士規則的解釋 因為這些八年來 你知道嗎 都是我們柯總召安排的 幾乎都是他安排的人 那是不是願意做一個調整 那就看韓院長 下一步怎麼做